準備 這部的時候都出得很齊 前面快點,內蕩那邊是野蛾花月春風 外蕩的東京光環快走過去 中間有聖賢家族達標 軍事出擊,搶了甚麼位置 外蕩慢慢游過來外蕩 外蕩在外面還有一隻聰明馬 埋欄那邊是馬爾基諾 再後一點還有尊尼吉他 然後才看到烈日當兇 尾位置就是世界仔 暫時墮在尾跑,側目雙看 這裡距離前馬有七、八個馬位 轉彎的時候,東京光環一如所料 還是他帶頭 首於第位是野蛾 花月春風有難,二辦事 首於第3位 然後馬拉斯見到 還有聰明馬在外蕩的第4位 貼著藍專尼吉他,接觸第5位 達標博在第6位 然後馬拉斯見到軍事出擊,外蕩來 然後馬爾基諾 後一點位置聖賢家族 尾三位置暫時烈日當兇 在尾暫時還是側目雙看 世界仔 跑了一半路程的時候 果然放得很快,東京光環在前面 一帶帶四個幾個馬位 花月春風和野蛾都沒有追上去 守著第4位還是專尼吉他,貼著內蘭位置 拍著他,還有這批聰明馬 過幾個馬位之後,軍事出擊 以及馬爾基諾一隊,伏在中間 在前面有一隻達標 後一點位置我當上聖賢家族 然後馬才看到烈日當兇 在尾爾位置貼著藍的世界仔 包美還是側目雙看 這裡距離前馬,有五、六個馬位 差不多進到最後直路的時候 前面東京光環這裡就放慢一點 花月春風的內蕩都等機會移出來 再跟著聰明馬里,軍事出擊 已經走到第4位 走出去外蕩就有一隻專尼吉他 後面的馬一路騎著,一路走到野蛾 進到最後直路的時候 前面花月春風已經過了東京光環 但東京光環看來還有在手,這裡開始騎上來 外蕩上來,軍事出擊中間殺上來的馬 還有聰明馬里 向上200米的時候,前面花月春風在鬥東京光環 軍事出擊這裡也撲到上來 後面上來的馬,還有外面的烈日當空 前面花月春風走掉了 東京光環開始轉躍了 軍事出擊和烈日當空也撲到上來的 過足點,捧今年的新韓國際杯是花月春風 第3名是烈日當空 第3名是軍事出擊 第4名是東京光環 結果捧杯的是杯湯尾 花月春風完成了新韓國際杯之旅 花月春風 對,他的檔子很厲害 他已經佔盡了形勢之利 軍事出擊沿途3,怎麼辦 他一直走過來,真的受制於盪位 盪位周圓 其實莫尾拉已經用比進心機去跑 已經很好,一直慢慢洩過來 然後走二碟 他最終現在轉給聖儀家族拍攝 攪一攪他,看一看外面是誰 杯湯尾 昨天贏了俊馬,明驅 今天也是他 而且也是大摩的 是 他昨天封花樹殺了,今天保重 對,同主那隻 軍事出擊也交了另一手 回來就沒問題了 起碼是水準之內 這隻當空跑的第二 被他塞住了 就是發國馬 發國馬,真的跑得好 雖然沒有遺免不倒 還是不要緊,還是香港隊贏 還是香港隊贏 都為香港隊贏了兩場 沒錯 阿兒春風 去年的亞軍 今年當位好才是這隻 這隻很尊重 當年跟信訪成真跑 未來香港自然跑到現在中 他這麼硬正 而且他來香港之前是跑了不少 對 他跑了很多來香港 對 但這隻是去年的冠軍 一理賽盟主 這項是他第二項的國際級賽 還有軍事主席很可能體力有少少影響 算是從威爾代拼得很厲害 始終是你上一場是威爾代 對 好,背拖尾 對 不過他的檔位令他跑法很容易 即是塞了內藍拉出少少 最重要就是刺激方 對 你走開這麼快 我做什麼都不用做 香港人都頂了第四 真是我雙口人拿太厚了